Hello,大家好呀,我是盘盘 听说最近《浪姐》第五季公布了阵容 其中备受期待的就是柳妍 这位宅男女神唱歌跳舞样样在行 相信她会给节目带来不少精彩表现 在《浪姐》的预热采访节目中 柳妍敞开心扉回应了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 当被杨天真问道 如果现在有人冒犯你,你会怎么做呢? 柳妍很干脆地回答 我会直接对回去 开始讲述在演艺圈过往不愉快的经历 有些男艺人自以为可以像个大鹏一样 随意调侃她的身材 她表示,和大鹏是老朋友 有时会因为要宣传电影 做一些话题上的配合 但不代表其他男艺人就可以随意评价她 乱开玩笑,带着直男的恶趣味 她还透露,即便是一些多年的男演员或歌手朋友 在录制节目时也会公开拿她的身材开玩笑 柳妍私下跟她们表达过自己的不快 对方竟然还理直气壮地说 以为这样就是在帮助她宣传 这样的回答让柳妍更加愤怒无力 这种人就是不但不尊重她 也不尊重女性 不少网友也都表示 这种冒犯女性的人还自认为在帮她的行为 不要太颠啊 简直就是男神经病嘛 其实一直以来 柳妍在公众眼中的定位就是性感女神 虽然这样的标签确实提升了她的知名度 但也给她带来了太多不被尊重的遭遇 看似老师的李晨在综艺里都会用最那个的人形容她 还比划着圆圈暗示她的身材火辣 跟吴宗献一同颁奖 她尊敬对方是主持界前辈 夸赞对方为牛人 结果对方去调侃她 我要是牛人 那你就是牛奶吧 而柳妍出道多年遇到最不公平的待遇 要数2016年的闹伴娘事件 包贝尔和包文静在巴黎岛举行婚礼 圈中很多明星好友到场 柳妍也作为伴娘出席 意想不到的是 杜海涛 韩庚 王祖兰等伴郎团成员 突然玩起婚闹 要将身穿薄裙的柳妍扔进水池里 男明星们玩得起劲 把柳妍吓得花容失色 她穿的伴娘服既薄又透 如果掉进水里竟失后果不堪设想 关键时刻 幸亏有仗义的贾玲挺身而出 一屁股坐在柳妍身上让其抓住自己 才阻止伴郎团得逞 化解了柳妍的困境 这段婚闹视频被传到网上后 婚礼中包贝尔和伴郎的过分行为受到众人的指责 但讽刺的是先出来道歉的却是柳妍 明明他是受害者啊 却还要为包贝尔等婚礼现场的男明星做解释 然而包贝尔并不领情 反而对柳妍有些微词 包贝尔在接受采访时 与带埋怨地说 自己在婚礼上的好友如寒庚 黄祖兰等都因这件事受到了牵连 他还称自己对不起自己的兄弟和新娘 随后网上就出现了一些声音 指责柳妍是借这件事炒作自己 连王四聪都跳出来批评柳妍的行为很无脑 得罪了很多圈内人 对于这样的恶意攻击和指责 柳妍感到十分委屈 他还曾在节目上发誓 如果他真的是借别人的婚礼炒作自己 就不得好死 不过这件事在网上发酵的越来越大 甚至有传闻说他被圈内人给封杀了 那段时间柳妍确实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 也几乎没有新的作品问世 后来他谈到这次事件时表示自己不想成为一个被物化的女艺人 开始反思自己过度注重性感的形象可能并不适合自己 柳妍之所以会走性感路线 并非为了博出位或急功近利 事实是 柳妍是凭借着主持功力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的 早在1999年19岁的他参加广州美花城出赛 随后签约广州电视台34频道担任节目主持人 后来也曾主持过财经新闻 可见其专业功底 出生于湖南的柳妍 父母都有稳定的工作 这样的家庭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是却也足以让柳妍的童年衣食无忧 不仅如此 柳妍的父母非常重视对柳妍的教育 再加上小时候的柳妍很是乖巧 因此在学校的成绩一直明灭前茅 再加上柳妍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 小时候的她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重心拱虐般的存在 然而这样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在柳妍中考前夕 戛然而止 这一年柳妍的父亲意外发生车祸 司机肇事逃逸 于是柳妍母亲只能拿出家里的积蓄 给柳妍的父亲看病 因为看病花去了太多的钱 家里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钱支付柳妍高中的学费 无奈之下 柳妍在中学毕业之后 进入了学费最低的中专卫校学习 并且在毕业后分配到了当地一家规模并不算大的医院 虽然工资不高 但是胜在稳定 在医院工作期间 柳妍邂适逅了自己的初恋 对方是和柳妍同医院的医生 然而 因为那名医生比柳妍大了15岁 因此两人这段恋情 遭到了柳妍父母的强烈反对 尤其是柳妍的母亲 为了让柳妍离开那名医生 不惜一丝相逼 在母亲的棒打鸳鸯之下 柳妍离开了那名医生 而在柳妍和医生分手之后 柳妍的母亲便被诊断出患上了直肠癌 彼时柳妍家里的积蓄 为了给柳妍父亲治病 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实在很难承担柳妍母亲的医药费 所以柳妍不得不另讯出路 快速赚钱 而刚好这个时候 光线传媒正在举行选秀节目 并且承诺 参赛者只要能够拿到选秀的冠军 便能够拿到丰厚的奖金 于是柳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报了名 不过可惜的是 纵然是柳妍外形出众 但是却依旧没能拿下冠军 仅仅止步于第七名 不过柳妍虽然没有拿下 这次选秀的冠军 与奖金无缘 但是却意外入了光线传媒高层的眼 被迁到了光线旗下 成为了光线传媒的艺人 当年她加入光线传媒后 开始涉足影视圈 因此被贴上了性感女神的标签 不过她解释说 这其实并非出自她自己的选择 而是公司希望她以这种方式出镜 其实性感并没有错啊 反而内于性感的艺人还很少 柳妍也没说要撕掉所谓的性感标签 错的是那些随便拿人家身材开玩笑的人 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玩笑是要当事人觉得好笑才是玩笑 被调侃的人很反感 那就是冒犯了 最重要的性感可不等同于随便让人开色情玩笑 这才是根本 后来因为婚礼事件引发争议 柳妍确实有些压抑和封闭自己 但其实私下里 她依然是一个温柔坚强的大姐姐形象 可能是因为家庭的一些磨难 让她从小就担负起了家里的重任 即使面临重大决策也能做出果断选择 尽管遭受过这些阴暗面 但柳妍始终在努力证明自己的实力 大鹏也在关键时刻拉了她一把 给她安排了一个有人物高光的电影角色 凭借电影受益人 她获得第十一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个影后奖项 而在大赢家少帅孟华路等影视作品中 柳妍继续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她可以诠释的角色性格多面 也跟她足够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关 无论如何 很开心看到柳妍的改变 不再像过去那样唯唯诺诺 她敢于大方表达自己的不满 不再被欺负了还要自责 这正是她成长的一种表现 希望所有女生都能自由展示自己的美丽和性感 而不用被肆无忌惮的下流眼神霸凌和言语调侃 如今43岁的柳妍事业渐入佳境 她要援自己的女团梦了 对于接受邀约来到浪捷舞的舞台 柳妍在社交账号上写道 他们告诉我 你来的正是时候 你为舞台而来 有人会为你而来 那就很很期待一下柳妍的精彩表现吧 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